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放 觀眾朋友 午安 我是周玉琴 大家好 午安 我是王悠正 蔡政府所力推的政策主張 又再度一一被打臉了 首先我們來談的是 2025年 不是說要非核家園嗎 可是Bloomber 蓬勃資訊 他們指出 台灣你又要廢核 但是又要減碳 這幾乎是遙不可及的 至於長照這個政策 好 蔡英文總統昨天 才在宜蘭有宣誓說 長照不能等 可是卻有一位三重的阿嬤 她是餓了一天 還想洗澡 等待著救援 但是是社工人員打電話求助 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長照政策跟能源政策 這些都不切實際 根本就是口號嗎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會一一探討 首先介紹來賓 好 順利教知識妹田 謝安兵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國會辦公室助理 鄭兆欣 大家好 國民黨維重慧副主委 鄭世偉 大家好 中州科大副校長歐崇敬 大家午安 好 其實蔡英文總統 他的政策 一直都是為人詬病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 真巧 同一天兩個政策 就狠狠的被打臉 是 我覺得 我們這個政府說真的 之前說他有什麼 什麼十年政綱研究了很久 然後現在又推出什麼前瞻計畫 我覺得這個政府 其實從頭到尾 從蔡英文上台那一天開始 就已經擺明了 他什麼都沒準備好 他除了把馬英九幹掉 把國民黨幹掉 他準備好之外 其他都沒準備好 所以他上台就是什麼東西 想到什麼 做什麼 然後從頭到尾沒有一個 真正詳細的一個 有計畫性的考量 實際上長照這個問題 對台灣來講嚴比嚴重 非常非常嚴重 因為我們都知道台灣 現在走上少子化這個趨勢 大概是回不去了 所以你會越來越少子化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長照相對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人口老齡化越來越重要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最好笑的就是 你現在政府在講長照 你前一陣子在幹什麼 你在砍年金 你砍了年金之後 這些老人是不是就沒錢了 老人沒錢 請問一下誰來照顧他 是不是就他的小孩子 要去照顧他 小孩子 拜託你的薪水沒有增加 等於說他們手邊可運用 資金比較少了 然後政府還高聲在喊要長照 那不是一個非常 背道而馳的一個東西嗎 你根本荒謬的一件事情 再來講 你既然要讓人家長照的話 那很簡單 除了你要提供 相對的基本服務的人力 然後政府相關的 配合的措施之外 你要讓人家有基本的財力 不然他憑什麼去長照 同樣的剛剛玉琴你也提到了 他的政策基本上都是自相矛盾 你要非核家園 你要減碳對不對 那太好笑了 請問一下 你又不要核能 你要減碳 你勢必火力這些東西要減少 你準備用什麼東西發電 台灣真的可以用愛發電嗎 還是你要用什麼 其他東西去發電 還是從今天開始每一根 大家上班之前 先騎兩個小時腳踏車 先去發電一下 不得了 是不是要這樣子 這本身 你在做一個政策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經過一個 仔細的通盤考量 只是隨口一句話 現在其實老實講 我根本不認為什麼2025 非核家園會成功 我根本不認為 因為太荒謬了 你現在 OK 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火力發電 本來佔比重就很重 其中更重要的就是 它燃煤的比例是更重的 現在 你要把核能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全部讓它除疫 很簡單 你就只有增加什麼 你既然不增加燃煤 你至少要增加燃氣 燃氣我們前一陣子才看到 你臨時把這些燃氣機組拿過來 又貴 實際上 它的污染其實是更嚴重的 因為你沒有讓它複視循環 你只能單循環的話 它的污染其實比一般燃煤還要嚴重 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結果是 為了一個表面上聽起來好像 好像充滿憧憬的一個 那個非核家園 很漂亮的口號 是 結果我們要吸更多的PM2.5 然後把自己毒死 這個到底在搞什麼鬼 所以我覺得 這個政府從頭到尾 他就只是在口號是治國 只是在幻想是治國 從來沒有真正一個良好的規劃 我覺得現在你執政已經一年了 你不能再這樣亂搞下去 而且我也必須講 你們的賴清德已經開始 對你見直的意圖非常明顯 人家已經在等著你民調 繼續掉下去 他就把你取而代之了 你現在來這邊亂搞的話 你就算為了你自己 未來三年後要連任 拜託你趕快尋來勒馬 趕快把你的這些政策 全部停下來 重新再做一個仔細的檢討之後 再推出 不然的話 蔡英文 我說真的 你真的被賴清德取代不遠 其實這兩個政策 一個做不好 另外一個也會跟著做不好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的能源政策 你又要廢核又要減碳 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我們講的 是國外的研究機構 國外非常有公信力的媒體 提出來的 他告訴你說 這兩件事情要並行 遙不可及 而當你要減碳 當你要這個廢核 必須要增加碳排放量的時候 影響到就是我們的健康 我們每天吸 每天吸 吸到老了 我們的健康都出問題了 你的長照現在又沒有辦法好好照顧我們 所以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是一個連鎖效應 一件事情做不好 會另外一件事情做不好 兩件事情做不好的時候 倒楣的都是我們 來 委員 對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在去年我們在修電野法的時候 我在政黨協商就有實際的問他們說 你們確定 2025年可以達到 非核家園的理想嗎 如果沒有的話 是不是可以緩幾年 再到非核家園的地步 更不要講說 現在整個的 你們的這個 要講的這個發電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綠能發電 你要每一個階段達到20% 到最後能終極目標 你們真的有辦法做到 是不是我們可以做滾動式的檢討 然後來做 當場管閉林委員他就說 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目標 2025非核家園 這是競選口號 所以非2025不可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其實他們就是不切實際的 就是只要2025非核家園 要入電野法裡面的法條 但是大家知道嗎 其實我們就以英國為例來講 梅伊在上台之後 在去年9月 他就已經宣布 正式在他的英國南部的 新克力角他們重啟核電廠 興建的事情 要花多少錢 180億的英鎊 要蓋一個能夠提供 25000個工作機會 到2025年 可以提供2萬個工作機會的 一個核電廠 而且到那個時候 他們其實就還是繼續仰賴 核能發電 為什麼 其實因為他們的國會議長 我有問他們的時機 因為去年我跟江啟成 還有王惠美委員 我們三個到英國去訪問 就有問到這個問題 他們國會的議長就講說 因為他們是很切實際 他們知道說 其實以現在核能 核電的發展的技術 已經不可同日而餘 安全性也是高 所以他們是經過仔細的評估 才又做這件事情 而且在整個運作的過程裡面 跟他們合作的 也包括大陸的技術 大家知道說其實 我們說台灣要變成非核家園 是擔心核電可能會有污染 甚至可能會有一些核災 可是其實就在海峽的對岸 就在大陸的沿海 有多少座的核能發電灑災 在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到最後變成 我們沒有電的時候 是不是要跟對岸去買電 他們只要用海底電來 把電弄過來 那結果電是來自什麼 也是來自於核電 所以其實今天這個問題 我覺得其實要比較 切實際的來看待 更不要講說 其實現在民進黨執政了之後 馬上今年夏天 可能就會跳電 可能就會有電力的一個危機 所以他們現在 核一廠核二廠 現在開始又要再重新啟動 但是其實放著的一個是核四 核四這個電廠是新蓋的 大家可以想像說 如果你家裡有一輛新買的車子 是勞斯萊斯的車子 那你放著一個新車你不開 你要去開一個舊的浴龍的 這樣的話 不是更容易出事嗎 但是現在狀況就是這樣子 核四封起來的這個核四 如果說你就是不去運作它 它也會壞掉 到時候你再去轉賣 當作非同賴鐵賣 只能夠賣幾千萬而已 更不要講說裡面的那些 跟核電有關的 甚至你賣都沒辦法賣 所以我想說其實核電 到底是不是 我們台灣其實能源政策 是不是應該要重新思考 更不要講說其實現在 像最近其實我們的國民健康局 也有發布一些資料 其實台灣很多的疾病 都是跟PM2.5空氣污染 是有密切的關係 不是只有肺部的一些疾病 不管是肺癌 或者是COPD 我們說慢性的 肺部的阻塞的疾病 其實很多 甚至可能包括腎臟的疾病 肝臟的疾病 都跟空氣污染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交換的代價是什麼 交換代價就是 如果是火力發電 像我們高雄的大陵電廠 他最近也有重啟 整修了之後 重啟大陵電廠之後 其實我們的鄉親們 都在大陵電廠一字排開 南台灣整個的 反空污的大聯盟就在那邊成立 然後就在大陵電廠前面 就是抗議說 為什麼不能夠用比較低污染的 這樣子的一個瓦斯的發電 不要用高污染的火力的發電 所以這個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其實民眾也深受其害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真的是 整個新政府的團隊 不要說就是 有時候治國不要只是喊口號 不要只是說要兌現競選諾言 所以來治國 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像說這個 我們最近講食安的問題 食安的問題 小英的食安五環裡面 就是講說要做什麼 要做一個叫做毒物化學局 花了幾億的一年的成本 一年的經費 毒物化學局成立 真的有解決我們食安的問題嗎 可是他就... 所以委員等一下我們再聽聽你談 我想這裡面真的有很多的環節 很多的問題 而且很多的政策 都讓我們看到其實 雖然蔡政府告訴我們說 我都有做 我有推長照 我有叫大家節能減碳 我要推非核家園 2025年這個目標達成 絕對可以看得見 但是現在看起來 越來越不可能 根本就是口號治國 馬上來進入今天的 今日最大話 好 延續剛剛陳明委員講的話 包含了非核家園 你要非核你就得減碳 但不可能 你要非核你就會增加碳的排放量 一增加傷害的是我們的健康 你的食品安全沒有顧好 傷害的是我們的健康 你的毒品氾濫問題 無法解決傷害的是我們的健康 而當人的健康出問題 不管是老人還是小孩 衍生出來的 會是非常非常多的社會悲劇 偏偏我們現行的社會福利 長照機制 又沒有辦法完全照顧這些 需要被幫助的人 我們的社會恐怕會繼續 向下沉沦 今天就有一個讓人有點難過 有點心痛的例子 來看到這個爸爸 他叫何忠明 2015年你可能有點印象 因為他不堪長期照料 罹患腦性麻痺的兒子 因此在車上的時候 他問兒子說 你是不是很辛苦 如果爸爸現在結束你的生命 你說好嗎 因為你活著 你痛苦 你的人生沒希望 我們全家通通被你拖著 大家都很累 那麼據說 兒子點了點頭 爸爸在車上 就把他給掐死 抱著屍體痛苦一個小時之後 他自首了 好 這個案子 現在突顯出來的是 這些罹患腦性麻痺 需要被照顧的人 我們的社會有辦法 提供足夠的機制 足夠的福利 讓他們能夠撐過他們的生活 能夠保障他們的生活 甚至以後的就業權利嗎 好啦 現在悲劇發生了 今天最新的結果是告訴你說 他的律師 爸爸的律師告訴法官 其實他真的不是真心要殺人 而是因為他真的不希望孩子繼續痛苦 讓全家人跟著一起受累 因此希望法官考量這個爸爸 是因為不忍心孩子受苦 才會痛下殺手 符合精神醫學上所謂的 利他殺害 好 什麼叫利他殺害 這個概念扯到的叫做利他主義 也就是在精神科鑑定 在社會案件 在刑法上所謂的 簡單來說 因為我真的不忍心看你在受苦 我不忍心因為你 讓我的家人跟著你一起受苦 所以我結束你的生命 希望你一路好走 希望大家能夠因為你的離開 而放下心中的重擔 還有無法承擔的責任 這個叫做利他殺人 也有所謂的利他親生 過去台灣社會發生過非常非常多 類似的案例 比方在2017年的時候 這個男子因為他的妹妹長期精杖 所以他對妹妹痛下殺手 希望妹妹一路好走 家人不要那麼辛苦了 還有在2014年的時候 這個60多歲的老翁 60多歲了 還必須要照顧離癌的媽媽 因此他勒死了媽媽 再吞藥輕生 還有這個是非常著名的案例 在2010年83歲的老翁 因為他的妻子 長期罹患了巴金森氏症 又摔斷腿 他不忍心妻子再受苦 自己都83歲了 我怎麼照顧他呢 因此他拿鐵錘 用螺絲釘 釘到了妻子的腦袋裡頭 送妻子最後一程 好 這麼多的社會悲劇 我們通通叫做利他殺人 但為什麼這些悲劇的結果 必須要導致我們 或是這些人 對摯愛的親人痛下殺手呢 我們的社會福利機制 我們的社會保障機制 在哪裡呢 今天除了我們要討論 所謂的長照 到底有沒有可能 真的好好照顧這些 需要被照顧的老人 病人之外 還有一個禁忌話題 叫做安樂死 如果這些人 現在告訴你的事 他們無法照顧自己了 也沒有辦法 接受別人的照顧了 家人對他們 也完全負擔不起 任何的醫療費用了 那是不是他們 接受安樂死的話 對自己來說是個解脫 對家人來說 也是一種責任的解脫呢 好 安樂死在台灣 我們說是一個禁忌話題 但事實上 在很多歐美國家 它已經合法了 只要病人願意 只要家屬同意 是可以透過安樂死 讓病人走得有尊嚴 讓家人接下來的生活 能夠沒有重擔 過得更輕鬆 更自在 把該用到的經費 放在真正需要用到的地方 好 但是安樂死 今天在台灣告訴你的事 目前沒有辦法合法 頂多只是在病危的時候 你能夠主動的放棄治療 曾經有一位 大家非常熟悉 我們非常著名的資深球評 還有這個籃球員 也就是副達人 副老師 他曾經就上書給了 蔡英文總統 他告訴蔡總統說 他自己80多歲了 身體也不好了 躺著也不是 站著也不是 坐著也不是 他真的覺得 他的人生走到這邊 夠了 夠精彩了 他希望透過安樂死 這樣的機制 讓他走得有尊嚴 也不要拖累家人 可是偏偏 我們台灣現行的制度底下 或說在社會議題討論的 公共空間裡面 針對安樂死 好像還沒有辦法 有足夠的共識 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特別就請到了 副達人副老師 要來跟大家 談談他的經驗 以及安樂死 對台灣 到底是好多還是壞多 又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呢 好 除了安樂死 除了長期照護 以及剛剛講到的 非核家園 現在被彭博給狠狠地打臉之外 還要告訴你的是 我們的戰力 恐怕在未來的10年20年 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先從好的開始講 今天最重要的軍事新聞 就是告訴你 在昨天早上 我們的國軍 演練了所謂的精準武器射擊 那麼在台東發射了一枚天弓2號飛彈 在屏東發射了一枚愛國者2號飛彈 而這愛國者攔截飛彈非常盡責 很成功地把深空的天弓飛彈給打掉 攔截成功完美的精準武器射擊演練 可是這背後卻凸顯了非常大的問題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一枚飛彈要攔截 何其簡單 你有時間準備 你有時間去計算 飛機的參數 飛機的軌道 飛機的航線 但是一旦 好多枚飛彈一起來 5枚 10枚 50枚 100枚 請問我們台灣 有這麼多的時間 鎖定500枚的天弓飛彈 用500枚的愛國者飛彈 把他們一一擊落嗎 恐怕沒有辦法 也沒有人能夠做得到 而當這樣的情況發生的話 我們的戰力保存 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因為敵人發生飛彈 要打當然是打你的機場 尤其是軍用機場 不是嗎 偏偏香港媒體在之前爆出來 說空軍是金玉其外敗去其中 怎麼說呢 我們看很多空軍的飛行表演 實彈射擊 帥斃了 F16 IDF 幻象2000 滿天飛 我們的飛行員 駕駛技巧非常高超 連國外的專家都豎起大拇指 可是 飛機的保存 顯然 比飛機的戰力展現更加重要 好 香港媒體爆什麼料呢 告訴你說 我們台灣的機庫堡 什麼叫機庫堡呢 你有看到很多軍事電影 或者說實戰演習 軍事演習的畫面 在飛機跑道上 那一個一個半圓形的 裡頭停了一架戰鬥機的 那個東西叫做機庫堡 除了我們的機庫堡 抗炸能力不足 簡單說 如果敵人發射了很多飛彈 我們又無法有效全部攔截的話 這些飛彈一個一個打在機庫堡 我們的戰鬥機還沒起飛 就全部先陣亡了 請問要怎麼作戰呢 今天告訴你 傳統的機庫堡 台灣現在用的抗炸係數 大概是500磅的炸藥 可是在國際的標準上 面對現在日新月異的飛彈武器 大概要能夠抵抗2000磅以上的炸彈 換句話說 我們的抗炸係數 連現在國際標準的四分之一 都還不到 請問如何做好戰力保存呢 而當沒有做好戰力保存的時候 不管是黑衣直撐機 不管是眼鏡蛇 不管是阿帕器 不管是F16 IDF 換下2000 還沒有起飛 就被體驗的飛彈打光光了 請問我們要怎麼作戰呢 好 現在空軍告訴你說 好 我們知道抗炸係數不足 沒關係 我們重新蓋機庫堡 我們做一個國際標準2000磅是不是 沒關係 我們做一個3300磅 能夠抵抗3300磅炸藥的機庫堡 這樣總可以了吧 但很對不起 一做機庫堡造價將近1億元 我們有幾架戰鬥機 要做多少 要花幾個億 當然是沒有錢 沒有錢 所以做不了 好了 說到沒有錢 我們的政府真的沒有錢嗎 我們把錢拿去 錢瞻基礎建設計畫 把錢拿去國機國造 拿去國建國造 不是還說要花6300億 買F35嗎 買來幹嘛 停在機場日曬雨林 等著被敵軍的飛彈 一個一個給打爆嗎 所以我們的國防預算 是不是應該想想 該如何花得更有價值一點呢 把錢拿去國際國造 拿去國建國造 那豈不是吃人說夢天方夜談嗎 不如把這些錢 好好的保護我們的戰力保存 讓戰力保存能夠做得更好 讓我們的戰鬥機 我們現行的軍武妥善率 能夠更高 是不是才是國人之福呢 好 我們的政府 現在除了亂花錢之外 很多的政策也通通沒做好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要先從所謂的長照做不好 導致很多的社會案件 引發的就是所謂安樂史 到底該不該存在 該不該合法的問題 現場也請到了傅達仁傅老師 還要親身分享他的想法 他的經驗 預期 好 謝謝宥仲 今天資深的體育主播 傅達仁傅大哥 就在我們的攝影棚現場 我們也歡迎傅大哥 謝謝 是 傅大哥因為對於 我們今天談的這個話題 包括長照 包括甚至談安樂史 合法話 都有很多的話要說 待會兒我們會一一請教您 不過我們首先要回到 所謂的利他刑殺人 這個案子我想的確 讓人看得是非常的心疼的 首先這個造型必須要回憶一下了 就是這個何爸爸 當時40多歲 然後兒子是個腦麻兒 21歲了 爸爸其實要動手殺害自己的 親身骨肉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想想看那時候他開著車 開載到這個民生社區附近 還問了兒子這麼一句話 實在讓人相當的不忍 沒錯 因為我們也都是 自己有小孩的爸爸 沒有這個爸爸是不愛自己小孩的 但是我同時也在社福機構有服務過 實際上其實真的 對很多父母來講 這個長期的照護 一方面是造成心理的壓力 另外就是他看小孩子受苦 確實是有不忍 這樣的行為到底是對是錯 這個我們姑且不論 因為這個是人倫的悲劇 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但是我們去思考的是 什麼樣的政策 可以防止這樣子的人倫悲劇 不斷的發生 我們看現在的政策 很顯然是沒有辦法的 為什麼 我們現在的長照政策 就是所謂號稱長照2.0 實際上就這個蔡英文政府 他採取的是收稅的態度 之前曾經講過說 是要用房地合一稅 或者是營業稅 但後來都作罷 因為考量到社會的反彈 結果後來就把這個目標 放到這個菸菌上面 還有這移政稅上面 可是這個問題是就是 很明顯是財稅的稅機 是會不穩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的理念 基本上是矛盾的 為什麼要有菸菌 因為你不希望他吸菸 如果因為這樣子 吸菸的越來越少的話 你的財稅的來源 不是越來越少嗎 如果因為這樣的 長照的稅機變得很充足 那表示有更多人吸菸 因為吸菸就長照 有人這樣子來開玩笑 這樣不就矛盾嗎 你到底是鼓勵吸菸 還是反對吸菸 你到底是為了長照 還是為了防治菸害 這兩個目的 基本上是矛盾的 消底庫 對 所以過去編了177億的預算 加上這樣東拉西湊才好不容易 就是湊了330億 可是330億夠不夠 其實是完全不夠的 過去其實包括這樣國民黨 還有其他一些社會團體 其實他比較提倡的制度是什麼 是所謂的長照保險 為什麼 因為根據估計保險 大概可以一年創造 大概1100億的長照稅收 他就會很夠用 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的人力是嚴重的不足 我們號稱有10萬的 長照的受訓員可以投入 實際上只有2萬投進去 為什麼 第一個錢不夠 第二個制度設計不好 第三個現在的長照2.0 大概只有能夠掩蓋到 我們需要照顧的對象的 四成不到 包括的全部完全 一半都不到 對 一半都不到 然後如果你是針對 完全失能的這種人 甚至兩成都不到 尤其是這種需要24小時 需要照顧的 他平均每一個人 能夠受到的照顧的時間 才3.1小時 如果說我今天要照顧 一個24小時 都需要照顧的 這個老爸爸 老媽媽 或者是我的小朋友 我等於21小時都黏在這邊 你那個3小時對我來講 連喘息服務的資格都談不上 所以現在真的是 杯水車薪的時候 蔡英文政府真的要去思考 就是整個長照政策改選意測 或者是他的稅機來源 還有整個制度設計上面 你這樣子2.0是不夠的 如果說不做任何的改革的話 恐怕這樣的悲劇不會是第一期 也不會是最後一期 當這樣的悲劇發生 你說大人照顧不了小孩 或是老人無法無力 再繼續去治療 這個得病的孩子 這種人類悲劇在台灣社會 就會不斷的發生 過去其實例子滿多的 而這樣的例子 我們把它叫做利他殺人 利他殺人意思就是 我看不下去你那麼辛苦了 那不如我把你殺了 你一路好走 我也不要那麼痛苦了 對大家來說都是解脫 乍聽之下 沒錯 確實合理 但是他反映出來的是 我們台灣社會 對於這些人無法照顧的窘境 來 兵哥 是 其實我覺得 這個東西一直是台灣社會 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大概20多年前 我就去採訪過創事基金會 當時我就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其實他們在那邊一躺 就是10年 20年 30年這樣躺下去 然後你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 他就躺在那裡 家裡也拿他沒辦法 因為他還是一個生命 他還是在那邊 你不照顧他 他看起來非常令人難過 可是你照顧他 他其實什麼時候會好 沒有人知道 應該正常的情況是 永遠都不會好 請問一下社交這個家庭 怎麼去負擔 大家記得以前北一女 儀隊的王小平的事件 那個也是到最後造成 非常非常的痛苦的結局 可是問題是 我老實講 台灣的社會一直不願意 去碰觸這個問題 因為那是中間有很多 道德上或法律上的一些爭議 可是問題是 OK 你說法律上的爭議 道德上的爭議 我們暫且先擺在一邊 政府你的長照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優先 去關懷這些 真正需要照顧的人 你有沒有去幫他們 考量到一些東西 我跟你講 其實剛剛造星已經說了很多 政府不足的部分 我再必須講 其實我老實說 我們連最基本的社工都不夠 我們連你要去把這些人 到底在哪裡調查出來的機制 都沒有 是 都沒有辦法 所以其實我們的缺點 不是只有一點點 不是哪裡不足 是根本從頭到尾 我們社會就從來沒有建立過 一個完好的機制過 甚至連一個趨向完好 都還沒有 所以這個在台灣來講 非常糟糕的一個狀況 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講過 台灣是一個 逐漸老齡化的社會 這種情況其實是越來越嚴重 它不會更好 只會更糟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 老實講政府 這個是非常迫切的問題 我覺得五年 十年之內 就會變成我們越來越沉重的負擔 政府現在還在想著 做那種100年前的軌道 還在去想那些 做那些浩大喜功的東西 我講得更難一點點 你們要去做這些東西 你們心裡頭在想的 還只是在炒房地產 還只是想要去A錢而已 你真正福國立民 真正能夠照顧到 百姓的這些福利設施 你們為什麼不把它排在 比較優先的條款 因為做這些沒有用 其實這些才是 人們真正迫切的需要 但是我覺得對蔡英文政府 他永遠不會去想 因為做這些 他撈不到錢 他撈不到錢 他就不想做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必須說 你蔡英文 你身為一個總統 你也當選了 你也拿到你的政權了 你民進黨也過半了 你好歹拿出 一點點良心出來好不好 讓我們看看 你對台灣人究竟是怎麼做 所以錢不夠的問題 還有人不夠的問題 這也就難怪 為什麼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特別舉了一個 三重阿嬤的例子 告訴大家 call這個119的是社工 這個社工的人力是嚴重的不足 那麼等一下回來 我們會進一步來請教 我們現場的傅大哥 傅大哥對於這個話題 有很多話要說 我們稍後回來聽聽他的意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大政治大爆掛節目現場 今天請到了資深的體育主播 傅達人傅大哥 傅大哥其實看我們蔡政府的 長照政策 看到了很多的問題 其中有一件事情 他認為該做 而且應該趕快做 那就是安樂死的合法化 因為這樣其實是有助於 我們的社會國家的發展 來 傅大哥請您談一談 這個剛才 王主持人講了這麼多悲劇 還會繼續發生 以前也發生很多 因為我個人 我雖然是籃球國手教練 電視主播 大概幹了一甲子 可是我是學社會的 我是台北大學社會級畢業 我老早就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 不是為了我個人 我個人享受不到 台灣立法沒那麼快 而且他回了我公文 總統府 行政院 衛福部 都回了我公文 他說我們現在實行的是 安寧療法 就是放棄插管這種 這個和安樂死無關了 這不是安樂死 安樂死和病行的 安樂死第一個條件要自怨 他的這些問題悲劇的發生 就是沒有安樂死合法化 安樂死合法了以後 我自怨 你如果比我的病重 你不自怨 你照活 你照賴活著 可是真正的人道 這是最後的一道人權 唯有選擇尊嚴善終的權利 比那個同婚法要重要多了 而且台灣是洗腎亡國 台灣靠機器靠插管活著的 死病人 活病人 比美國多五到八倍 為什麼台灣需要安樂死 為什麼全世界都沒有 台灣是特殊 你到公園看 非英雍 印雍 清的 都是照顧那些不能自理的 不能自理的老人 他就可以安樂死要自怨的話 不是說我一定得絕症 我的主張是80歲以上 當然有很多不治疾病 像我本身就有 你神經壓著脖子 不能開刀了 太老了 你社會腺肥打 不能開刀了 太老了 就是人必有死 你再怎麼救 我們就老是不去面對它 蓋樓都怕蓋四樓 這個觀念要 現在我大聲幾乎 已經有一些改變了 就是這是一個合法化 是正當的一個東西 你長照沒有安樂死 你光是安寧 安寧進不去的 連瓊瑤的老公平心濤 住院400天 90歲不行 就是說他都不認識人那種情況 都進不了安寧治療法 因為他沒有醫生敢講 你馬上要死了 他不敢給你看這個證明 所以那個安寧治療 來堂塞安樂死法 這個是不對的 大家又誤導了 很多民眾講 我們已經有了安寧治療了 有自主權了 那倒109 那還早了 安樂死法是可以並行的 可以選擇的 80歲以上有不治之症 自願者或者是84歲以下 兩個醫生證明年輕的 絕症就是沒治了 自願者沒有犯法的 不欠稅的 可享受安樂善終法 為什麼 我犯了死罪了 我要安樂死那行嗎 安樂死是很安樂的 自己按一分半鐘左右 就歡天喜地 在歌聲之中 在蠟燭的照耀之下 安眠而去 這叫安樂死 叫做安樂死 這是個希臘文 他就我簡單的翻譯就是 hypergola 為什麼人要安樂死 人必有死 為什麼要痛苦死呢 我當然選擇 這也不是說你隨便就可以死 你有條件 有醫生證明 在瑞士 他是國際人士都可以去做的 但是也不是隨便做 你要加入他的member 你提出申請 他經過專業的醫生核准 他那個醫生是合法可以開這個 叫做 巴比特酸鹽這種藥 一分半 你按或者吃一顆chocolate 就很安樂的過去了 這叫安樂死 比以前皇帝所找的賀鼎紅百步蛇 比那個還快 比那個還安樂 有這種先進 為什麼美國有五個州 瑞士也是只有兩個州 不管他州不州 他就是美國就同意了這個法 加拿大去年剛剛同意 加拿大不是基督教國家嗎 是啊 和宗教也五萬 因為你要自願 我說佛陀不讓我安樂死 我不自願嘛 我不影響他人自由 我會實行我個人的人道 善終的尊嚴 我又節省國家的預算 你知道要接多少嗎 所有臥病不能治理的 這些老病者 有七十萬左右 健保給付 每個人都是幾百萬幾百萬 如果活一年就是上百萬的 如果活七八年 那都是那個浪費的健保費 明明知道你沒救了 你安樂死是讓他減少痛苦 不是來幫助殺他的生命 觀念要改過來 好死不如賴活著 倒過來講 賴活著不如好死 你看看 我現在今天剛住院 你要檢查 我從醫院過來的 那醫院的那些人 那些不能夠 就插管不能講話 不能吃飯的 長那個路窗 挖那個肉的 他自己沒有辦法講了 但是我所主張要自願 就是像我這85歲 我清醒的時候 我不等我不清醒了 我自願 你現在立法 我馬上就是第一個案例 我要做 為什麼 你這個東西是個善事嗎 按照人口的淘汰 80歲以上老年化的人太多了 年輕生的人又太少了 自然淘汰 我到80以上 我沒有病我可以自願 這是我的主張 這個就是社會的人口的平衡淘汰 也合法 所以你要立這個案例 台灣是如此的拐張 到了全世界最小的國家 洗身亡國第一 到了你的插管的人 比那個美國還多5到8倍的時候 所以我說台灣需要安樂斯法 他就說有了安靜治療 有了自主權109 這個是來搪塞的 我就可以給官員你對折 安樂斯法是不違背是並行的 你要自願 你要夠條件 你願意這個法 夠條件自願也不行 只有學高明的跳樓 父親殺兒子 和那個丈夫把老婆殺了以後 自己再自殺老教授 只有繼續發生 我不能說我來影響他們 去做這些痛苦的事 我寫信之後呢 瓊瑤還有高明上吊 李元促自己寫條子把管 他沒辦法講話了 還有那個陳莉莉 他們是握病握床 最少3年以上 還有那個王奔胡 他不想活了 沒有法律 你就是要賴活著 要不然你就向高明上吊 要不然就跳樓 有尊嚴嗎 那是法師台灣最少 為什麼你台灣太多這種人了 你一弄就插管 然後尤其是血腥亡國 你血腥那個痛苦 所以站在富大哥角度 這是一個利他的行為 其實應該講說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當然少子化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高齡化的社會 讓我們的國家負擔他們的照護 非常非常吃重 這個是政府該解決的問題 但如果你再過來講到 就是說關於長期照護生 安樂死的部分 其實牽涉到了更多叫做人道 就是說有沒有醫生願意 當這個筷子手的問題 人權尊嚴 這是我選擇的人權的尊嚴 對 一個人權 但是反過來說就是人道的問題 有人會覺得說這個議題 我現在再講一句 就是他這個大法官解釋 同婚如果不立法是違憲 開玩笑 你安樂死這麼多人 你不立法才是違憲 我們聽聽看這個委員的意見 好 我想就是先說明一下 其實現在剛剛富大哥 談到兩個概念 其實應該說是兩個概念 一個就是協助安樂死 跟協助自殺 這不太一樣 就是安樂死其實 在國外他們指的是 醫師他開這個致死性的藥劑 然後來給他注射 然後讓他死亡 自己舉行 自己舉行 自己舉行的叫做協助自殺 他開藥 但是是病人自己按點滴 然後滴下來 這個也不太一樣 協助自殺是合法的 協助自殺是合法的 沒錯 協助自殺在瑞士是合法 但是安樂死的話 就是你開這個處方 而且你協助病人死亡的話 其實這個是在 瑞士是非法 但是在加拿大 盧森堡一些國家 現在是荷蘭還有是合法 這就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你要想到說 如果是協助自殺的話 自殺在台灣是合法的 就是說沒有人說 我自殺之後 如果自殺未遂還會被判刑 是沒有這種事情的 所以如果是協助自殺 醫師就是開處方 然後病人自己按點滴 這是協助自殺 但是如果醫師這個注射藥劑 讓病人死亡 這安樂死的話 既然是非法的 而且在瑞士也是非法的 這個其實概念在什麼 就是其實醫師是救人的 醫師怎麼可能會去 把一個病人毒死 所以這個其實是違反 醫師的生命倫理的價值 所以其實在醫學界 也做過一些調查 醫護人員他們是覺得說 病人當然應該要善終 而且病人如果說他們 就是不願意再繼續插管 他們也會尊重 讓病人不用繼續插管 然後讓他們可以自然的 慢慢的死亡 但是如果說今天 要幫他注射的話 沒有醫師敢做 既然是非法 但是你要開這個處方 讓他自己滴的話 其實現在也沒有醫護人員 願意做這件事情 因為在整個訓練的過程 生命養成的過程 是尊重生命 而且其實我們覺得 生命的價值在於是說 如果不好意思 這個跟富大哥講的 可能就不太一樣 我們是說好死不如歹活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應該要活著 因為可能你這個病症 會有奇蹟 會甚至有可能會有新的藥物 尤其是一些癌症的病人 我們會覺得說 或許會有新藥出來 新藥出來就會救你一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對於病人自主 跟生命價值兩端在拔河 不過不管怎樣 現在台灣其實 在去年已經有通過一個 叫做病主法 就病人自主法 病人自主權利法 這個在2019年 這是在兩年後 就會正式上路 這個部分是只有 針對就是臨終的 就是重症的臨終的病人 植物人 還有就是極端的痛苦 疾病是非常痛苦的 按您療法一樣的 對 然後深度的昏迷的 還有極度的 就是重度的失智的病人 這五類的病人 是可以協助他來做這個 就是協助的讓他可以死亡 然後就是不給他 這個致死性的治療 換句話說 那個可能營養症也不打了 然後就是讓他慢慢的 就是自然的去過世 但是沒有說給他打致死的藥物 所以富大哥期待的這個東西 可能還要再立法 要再立法才有可能會 修法 修法就好 會加上這一條 不過我想今天的狀況就是說 我甚至要講一下 一開始我們節目講的 這個利他殺人 其實我是反對的 我非常反對利他殺人 我覺得其實社會救濟 社會輔助 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生命真的是無價的 我們看到很多的例子是 媽媽可能就是沒辦法照顧小孩 或者是跟先生吵架 然後就帶著小孩一起 什麼燒炭自殺 這個他說 我不要讓他活在這麼痛苦的地方 我不讓我的先生 虐待我的小孩 所以我帶他走 可是對這個小朋友來講 他沒有同意 他沒有同意 就像剛剛你說那個 何信的這個男子 他說他隱約是 他跟他的22歲的兒子 他說既然活那麼痛苦 我讓你死掉好不好 在車子上 他隱約也有看到 他的小孩是有點頭 到底是有沒有呢 小孩子有沒有點頭 所以其實利他性的殺人 我覺得真的是 不要鼓勵這種東西 因為太多我們看到那種 人倫的悲劇 尤其是帶著小朋友離開的 這種事情 所以我也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反而事實上是在社會的 這個輔助 救助的機構 還有這長照的系統 是真的應該要做得更完善 但是這邊我要講一下 現在的執政黨 他們的這個長照的部分 其實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推的是長照雙法 也就是長照法 還有長照保險法 保險法就是要講到這個 我們這個經費的來源 經費來源如果足夠 自然這個長照服務法 就會有辦法來實施 但是現在 因為它是在長照服務法裡面 只是把它增加它的來源 稅收的來源 所以其實現在 其實有點是緩不忌急 經費也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最近其實上個會期 我們有去看了這個 台北市萬華區的 他們所謂的長照的機構 分成A B C三級 那個其實是非常荒唐的 A級的它整個是一個基金會 B級的是什麼 像北戶 台北護理學院的一個 內江街的一個醫院 C級的 是愛愛院裡面的一間 一個小的會議室 那能做什麼用 就是社區的民眾 可以走到愛愛院裡面 然後坐在裡面 就是吃個東西 考OK一下 他說這是C級的機構 那A級的機構 有沒有比C級的機構好多少 所以民眾其實還以為說 A級機構是旗艦 旗艦 不就應該是五星級的這個 最好的不是嗎 醫學中心 其實不是 所以說執政黨 真的是在糊弄大家 其實他A級的機構指的是 涵蓋的地區要廣 然後要能夠去 要能夠去輔導 B級跟C級的機構 所以民眾根本就是 完全是 跟民眾的概念上認知差距很大 認知上有很大的差距 但民眾希望的 也就是說 你總是要讓 我沒有錢的話 我可以吃陽春麵 我有錢 你可以讓我吃吃做餐 那種就是好一點的服務 可是像比較好 五星級的服務 現在真是一床難求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不鼓勵 不鼓勵一些受險的機構 有錢的機構 進來協助做長照這塊 所以這個法都還沒通過 造成一個情況就是變成 聲多周少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現在真的是 整個長照的系統 不僅是整個普及面 還有建制的問題 更嚴重的就是說 在衛福部裡面 社會社家署跟整個照護司 兩個機構其實勢在拉扯 一個是比較屬於醫護的機構 照護司 一個是社家署 是比較社工員的機構 兩個機構其實在打架 所以造成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講之前大家就知道說 林皺炎部長為什麼下台 因為林萬億就是政委 覺得他就是都是用 醫師的角度 來指導長照的設置 其實我們覺得這是正確的 因為你是從整個全民健保 然後來進到有醫師 然後到社區的服務 但是他現在要讓社工員 進來主導這一塊 因為林萬億是學社工的 所以整個搞的一個狀況就是 所以林皺炎就下台 所以我會覺得 這次這是全民之不幸 那這個感覺就是說 現在這個狀況真的是 新政府必須好好的檢討 其實我剛剛聽到 就是我們移民委員是醫生 副達人 副大哥是病人 針對不管是長照 或是說我們討論 比較近跡的安樂死 大家各有想法 不過我們回到源頭來講 今天為什麼會需要長照 為什麼會需要安樂死 那是因為往前一步 我們的社會福利做得不夠 再往前一步 是政府不能照顧我們的健康 食安問題 毒品問題 還有現在非核家園 今天被打臉了 你要非核就是增加碳排放量 你增加了碳排放量 倒楣的是我 是移民委員 是副大哥 還有很多全台灣的人 休息一下 回來繼續談 歡迎回到大政治大爆掛 剛才我們談長照政策 這是非常專業的 但是看到現在蔡政府她說 我有推長照 而且我還投入到前瞻 但是大家知道嗎 裡面只有四頁的報告 而且金額根本就不夠 專業的人都是這樣看 所以蔡政府 你到底懂不懂什麼叫長照 還要這樣推 接下來我們就來談談所謂的 廢核家園 喊得很大聲說 2025要達成這個目標 可是今天彭博資訊告訴你 恐怕遙不可及 怎麼說 我們來先看看 政府版本說2025年 我們非核家電 這個電力的配比 再生能源要提高到20% 然後燃氣的部分是50% 而燃煤及其他這個比例 是佔30% 今天他讓你看到廢核的目標 可是真的做得到嗎 恐怕辦不到 因為Bloomer這邊 他們有所謂的蓬勃版 光是剛才我們看到 再生能源要拉高到20% 就很難了 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包括資金不到位 還有就是技術供應鏈 這些都是 讓你很難達成的 賴世偉 我們把數據講清楚一點 我們的政府說 2025年再生能源 要從現在的5% 增加到20% 這是非核家園的目標 但彭博社說 不要再吹牛了 2025依照你們的技術 跟全世界的趨勢 再生能源 頂多從5%變成9.5% 跟我們蔡英文提到的 20%足足砍一半還不到 你說這不是彭博社 在打臉蔡英文嗎 來 我想又是 我們不只彭博社 是在打臉蔡英文政府的 這一個非核家園 前一兩個禮拜 我們有討論到美國商會 那個時候都在講說 你要廢核電 然後你要增加這個綠能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你廢核了之後 你本身的一個電價上漲了之後 你台灣的這一些中小企業 甚至於廠商 全部都失去競爭力 為什麼 電費要上漲 那你現在 7倍 對 那個時候我們就探討過了 那現在彭博社又出來打臉了 真的 我講坦白的 你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哪有可能 這個世間沒有這麼好的事情 剛剛我們討論到長照 他之前上任的時候有講說 長照10年 非核家園2025也10年 現在前瞻出來了也10年 我講坦白 你都發10年 你不是整個發4年還會發8年 你就讓老百姓看得到 你不能說10年 一任4年 兩任8年 結果8年到了之後 還沒滿 還有兩年 很厲害 很厲害 2.5任 對 2.5任 他就講說我卸任了之後 還有兩年就會完成了 卸任了之後 拍拍屁股就走了 有沒有完成 跳票了也不干他的事 就如同剛剛移民委員所說的 你都在喊口號 喊口號真的能夠做得到嗎 長照剛剛講了 這些我講坦白 這樣聽到這一些人人的慘劇 我們真的感覺到很心痛 人家說天下無不死的父母 你說這一個何爸爸 出自他願意嗎 不願意 從呱呱落地養到20多歲 今天才走上這一條 讓他兒子走上這條不歸路 你說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真的為人父母痛 還有人家在說孤伯就不好住 現在少子化老人化的一個社會 孩子都生小 跟老的時候 孤苦無依的這些老人 小孩子要上班 為了要經濟 然後他要去上班 結果老人放在家裡面 他又不放心 放到安養院 好像又讓人家講不孝 可是你不照顧他的話 又不行 那就會有一些口角 好了 政府你要做的 就是人民的公譜 你既然長照要做大家都知道 長照需要經費 需要人力 如果國民黨那個時候 所提出的多元長照 就如剛剛趙欣跟移民委員 所說的 希望能夠有這個 長照的一個保險法 我們是不是能夠創造出 這個法人的一個日照中心 拖老中心 安養機構 大家共同來做 你不要政府悶著做 你講十年 十年以後 十年以後 今天我們台灣好不容易 所以我們能夠讓世界 舉不出稱讚的就是什麼 健保 我們的健保 剛剛傅大哥有講到了 洗身的人口這麼多 結果我們現在有健保了之後 洗身的人口 他減輕他的負擔 長照的一個部分 你今天要怎麼樣子 能夠透過村禮 甚至於透過協會 乃至於這一些 銀法族的一個俱樂部 還有多元的一個長照方向 這才是長久之道 不是只有十年 你今天同樣的 非核家園也一樣 你今天要取代的風力 火力 甚至於燃煤 天然氣 這一些真的微不足 你現在 你說要廢核 結果你核二一號機又要啟動 核三二號機又要啟動 現在原人會講說 核一的一號機 核二的二號機 也準備要未來做電聯 你說的都是空話 如果這樣子 你強加為了履行你的一個 選舉的一個承諾 結果把這一些所有的一個成本 然後都加注在人民的身上 甚至於加注在廠商的一個身上 讓我們台灣失去了競爭力 我覺得十年之後 你拍拍屁股走了 痛苦的還是我們老百姓 其實蔡政府滿厲害的東西 叫做睜眼說瞎話 對 說這個我要廣徵長照裁員 然後燕捐藥家什麼東西 錢要從哪裡來 幹嘛 如何 如何 結果老人家 病人 一樣沒有人照顧 一樣沒照顧好 然後嘴巴說我們要非核非核 然後手邊說 趕快重啟一下核二的一號機 這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就你怎麼有辦法可以嘴巴上說的 跟你實際上做的 完全不一樣 休息一下 我們回來繼續談 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繼續來談談廢核家園 根本辦不到吧 臉被打超重 蔡英文 我們來請教一下歐富 對不對 今天我們剛剛在談 這Bloomber彭博資訊 都有數據告訴你 很難 你說要20% 我只能告訴你 9.5%就不錯了 根本補不了所謂的廢核 能夠到達的用電目標 真是太奇怪了 這個打臉蔡英文的 竟然都是美國 就是她最努力爆美國大腿 結果美國那邊 所有的資訊都把她打得臉超腫的 我建議蔡英文現在開始 戴女王的皇冠 然後穿白雪公主的衣服 然後拿仙女棒 才有可能完成她以上的任務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個秘密就是說 為什麼她用2025年 為什麼她要講10年 答案的秘密都是說 她下台以後 這些事情才會完成 反正就是 你要讓她做完8年就對了 她其實只想講這件事情 我只要講一件事 大家就可以解答說 為什麼她會這樣想事情 很簡單 如果有一個總統 她唸稿子85%都重複已經唸過 自己還不知道 你覺得她的智商怎麼樣 這個我想新聞台裡面 幾百個員工 都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可是蔡英文 他作為總統 他偏偏就發聲了 他這個當過政大教授的人 他就偏偏發聲了 簡單的就是說 他根本沒有理解電 這個後面所面對的問題是什麼 我就要再講一件 太簡單的是 如果電價漲一倍 請問我們的路邊攤的價錢 會漲多少倍 又請問我們的超商 所有賣的基本的民生必需品 會漲多少倍 我現在只是問漲一倍 好 如果我們的電價漲7倍 請問我們所有的便利商店 它的價格會不會調漲 請問我們所有的公讀生的 基本工資會不會調漲 我們的國家會不會受得了 答案是一定受不了 再來 我們全國要用的工業用電 請問佔多少%大家知道嗎 是佔八成多 好 這八成多的工業用電 如果它成本上漲7倍 現在出走的工業 就已經有多少 就已經受不了了 到時候漲7倍 大概台灣差不多 這些工業全部外移了 全部跑到什麼越南 結果那邊去 你的南疆車車就會成功了 正好把台灣完全空洞化 所以我簡單的說 你想要完成的那種電力的夢想 是50年前完全不了解 現在社會狀況 也不了解這個世界體系 所講出來一種混蛋化 白痴化 而且完全沒有智商了 沒有成本概念的話 再者 你對核能發電的現在科技 完全停滯於30年前 那種燃料棒的時代 這就是說 他們一直在原地踏步 只是用金光黨的手段 在騙大家的選票而已 而且他面對的人 都停滯在30年前還不會用LINE 30年前還不知道新的能源 是怎麼研發的 也不知道說 現在再生能源有多貴 也不知道現在工業用電 到底要面對什麼樣的成本 簡單的說用平常來講 吃米不知道米價 燃電不知道電怎麼生 這就是蔡政府 大腦缺乏發展的一種狀態 我們確實的告訴所有觀眾 我們禁止 而且拜託大家 不要再支持這種 大腦沒有進化的政府的狀態 他們所有議題都沒有好好研究 2025年的廢核家園 我跟你說 他在跟你騙 他這一種說法是完全不負責任 到時電費 電費 如果蓋這杯 你們的薪水還沒蓋 所有的東西 蓋骨頭杯的時候 你到時買銷就不知道 這裡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數據 就是說在蔡英文2025飛河家園的 期望目標當中 他說這個所謂的燃煤宮殿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會增加PM2.5 會增加空汙的這個燃煤宮殿 要從45%降到30% 可是彭博社說做夢 燃煤宮殿如果按照你的做法 會從現在45%變到54% 所以蔡總統你這個做法 你不只在騙我們 你是在騙所有國際上面的 環保機構跟研究機構 來 彭博 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其他的所有的再生能源 都是緩不濟急的東西 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你要把核能全部都廢掉 你要增加能源 唯一可靠的就是火力發電 所以你原來的燃煤 這些舊的機組 這些容易產生污染的東西 你絕對不能放掉 還會更多 對 你還要更多 甚至你要考慮進更多 燃氣耳當然你要再去進 因為其他沒有一個東西 能夠代替他 所以就變成你的耗費的成本更大 污染更嚴重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因為蔡英文一直妄想 要用太陽能 要用風力 要用水力 用所有這些生殖能源去代替 問題是地熱 其實全世界現在地熱哪裡做最多 日本跟菲律賓 但他們在裡頭 在他們真正發電的比例裡頭 是微不足道 人家的火山比我們多多少 人家都發展都微不足道 你認為台灣能夠發展多少 這是剛起來的一個東西 生殖能源成本高 不要再講 他本身能夠產生的量 就非常低 然後你如果要發展 太陽能跟風力 很簡單 第一個彭博社講說 你至少要投入210億美金 那是415億台幣 我們一年的國防 預算不過100億出頭美金 你打算要投入多少錢 你有這個錢嗎 再來就算你有這個錢 你知道光是一個風力發電 在全台灣好幾個地方 已經受到當地民眾抗議 因為第一 太吵 然後它會造成其他 你無可想像一點 包括噪音 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態的問題 然後再來太陽能 你要佔多大的面積 而且第一個 你知道全世界現在 最大的太陽能產業 是哪一個國家嗎 叫大陸 你知道連日本 連德國的太陽能板 都快要被大陸打掛 然後第二個 太陽能為什麼 現在在全世界這個產業 不太能夠起來 因為第一個它成本很高 第二個它 你那是靠天吃飯 你如果日照不足的話 你就完蛋了 然後再來第三個 你要非常大的一個面積 然後第四個 太陽能板本身是 污染非常嚴重的一個東西 它本身會製造很多的污染 所以這個基本上 你都是 你想要去避免某一個污染 結果你去製造更多的污染 然後你要花非常多的錢 剛剛歐傅也提到了 其實7倍 也許你會覺得比較高 但是你不管再怎麼樣 你照這樣的能源政策效率 台灣未來的電費至少 漲3.5倍到5倍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大家第一個 你會不會花這麼多的錢 去買這些店 第二個 你真的能夠跟得上這個速率 只有八年的時間 八年的時間 你只要整個轉換過來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曾經做過這樣的東西 如果我們能夠真的做到 我們應該得諾貝爾能源獎 如果台灣真的 真的有這麼厲害的話 她得獎了台灣就刮了 對 然後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蔡英文 是有一個辦法可以達成的 就是按照她對付陸客這種辦法 在一瞬之間讓陸客全部不來 這樣子我們就沒有陸客的需求了 那就不需要這個產業 同樣你只要在這八年時間之內 把台灣的工業全部打掛就好了 那大家全部都外移 大家就不需要電了 你就不用用電了 對 就是這麼簡單 五天以後不要拍電視 除非蔡英文打電視 這八年時間之內 把台灣活生生搞亡 否則海岸能源政策 根本不可能會成功 對 做不到其實兩個原因 來請教一下委員您評論一下 一個是錢不夠 再來外資不想玩 剛剛講錢不夠 剛剛其實聽到這個 寒濱有講 我們這個目標其實是要多少 1.8兆的民間投資 才能夠推再生能源 可是現在彭博告訴你說 只有6.4億 根本大概只有占了35%左右 3分之1 所以錢不夠 還有就是外資不玩了 因為剛剛在講 這再生能源裡面 有個很重要一環 叫風力發電 除了你說民間有抗爭 外資覺得我現在在這邊跟你要 這個電費太低了 他覺得無力可圖 所以很多歐商想退出了 對 其實這個風力 現在不只 你可以看到說海岸邊 其實離岸風力現在開始在佈置 可是這個其實 有時候會影響到漁民的生計 所以也在有些海岸的 其實漁港 都有一些漁民在抗議 所以其實這個離岸風力 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可靠 再加上就是說其實 大家知道說像瑞士 瑞士是跟我們台灣很像 不只是我們的總面積 同時整個自然的資源上面 也跟我們一樣都比較貧乏 所以在瑞士 其實他們國會就有一個決議 就是說除非有一個很安全的 可靠的替代方案 否則核能發電 還是他們現在唯一的選項 我覺得其實一樣 蔡政府因為他們的口號是 2025非核家園 所以在電業法的 我們修法的時候 不管怎樣 他就是一定要 2025一定要擺進去 我說你們這樣跳票了會怎麼辦 沒關係 到時候再說 我說那是不是應該滾動式的檢討 他們說再說 就是怎麼樣也不願意 其實我們從國家的最大利益 來考量的時候 其實必須要很多國家政策 其實能源政策也是一樣 你要考慮到的 不只是整個工業經濟的發展 很重要的是人民的生活 還有健康的維護 這些都非常的重要 如果說PM2.5 很多的證據顯示 空氣污染是造成健康危害很重要 一個因素的時候 更不要講說最近 從南到北都在串聯 在做反空污的活動 之前在台中夜光醫師 然後在高雄其實陳教華教授 嘉南藥理大學的陳教華教授 都在主導 就是整個的反空污 其實就是為什麼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為我們的孩子 能夠生長在一個 沒有空氣污染的環境裡面 但是大家看到說 其實像在高雄 我們的大林埔工業區 大林埔的民眾 他們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悲哀 他們想 他們那時候在跟我陳情 他們說當年 其實是為了響應十大建設 所以大林埔本來我們的祖先們 這些都是農田 良田 蓋了這個什麼發電廠 大林發電廠蓋在那地方 然後中鋼 中油全部來了 然後就造成了空氣的污染 所以現在我們要千村 十個里 兩萬多個均嶺全部要千村 要離開他們的家園 問題就是空氣污染 你可以想一件說 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如果說你這個火力發電 持續在進行 大潭電廠最近才說 又要再重啟 另外還要再蓋一個大的煙囪 我們那時候在環保 就是在委員會的 在審查的時候 環保署的副署長 我就質詢他 我就說 你們這個東西 說是過渡息的方案 就是因為擔心會跳電 所以環評本來沒有過的 現在短期間的一個月之內 就讓他過 過了之後 然後又要蓋一個大煙囪 在那個地方 那不是會造成中部地區 更大的PM2.5的汙染嗎 結果他們就是沒辦法去 反駁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質詢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即使像瑞士 英國 他們非常務實的 歐洲兩個國家 他們都覺得說核能發電 是他們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選項 台灣其實真的應該 好好地重新檢討 我們的能源政策 不要到最後 其實就是因為一個口號 因為一個理想 但是苦了我們的老百姓 不僅是賠掉了 我們的經濟的發展 同時我們的健康 也一起造成更大的損失 所以真的是在蔡政府 在這部分 必須好好地去思索 同時在整個台電公司 我們覺得也是很多的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你知道他現在已經開始 去遊說一些工廠 去把電買回來 因為他們擔心 暑假的時候會缺電 所以他們就去買電回來 叫他們不要開工 你可以想清楚說 這樣我們民生 不是更為凋敝嗎 所以真的是很嚴重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比較想要 反問蔡總統的事 或反問民進黨的事 你要不要簽一個契約書 告訴我們說 2025就一定是非核家園 如果沒有 你要怎麼辦 我覺得你現在跟他討論說 這個不可能 那個不可能 他們都有一套說法 你要不要直接 現在就承諾大家 2025如果沒有非核家園 民進黨你要不要解散算 沒錯 其實這個彭博資訊 是世界上滿知名的 一個國際的專業金融機構 所以他今天用他專業的計算 等於是拆開了小英這個 國王的新衣 但是這個人家說的 我們講這個彭博很厲害 錯了 小英政府更是狂 大家沒有注意到一個新聞 能源局既然公開講 是彭博錯的 不是我小英錯 我正要問你 他們最打臉彭博 所以不是彭博 打臉小英政府 各位 是小英政府 竟然敢打臉彭博資訊 川普都不一定敢這樣做 你小英政府敢 你真正是很厲害 你真的有夠狂 可是問題是 你在說你2025 可以達到非核家園 你拿出的證據是什麼 我發現非常蒼白 非常薄弱 你完全拿不出來 那麼其實你在想 比如說韓國好了 你說韓國要走向非核家園 可是問題是 他在做這樣的宣誓之前 他是沒有在缺電的 韓國有一個規定是什麼 韓國的規定很重要 是他每年缺電的機率 每年不可以超過什麼 不可以超過0.5天 就是你半天的缺電 韓國都無法容忍 所以他已經達到了 他足夠的被載量了 可是台灣 台灣每年缺電的危機 我看差不多一個月 還跟人家半天去比 你根本沒辦法相比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光電跟風力 你現在所能夠達到的這種 就是千萬瓦數 一個大概二十幾萬瓦 一個三四十萬瓦 可是他們的目標是 200萬瓦跟150萬瓦以上 換言之 都是在每年要翻倍的成長 所以彭博這樣計算 你的集資能力也有問題 你根本就達不到裡面 最重要就像佑鎮剛剛講的一個 最重要的這個資訊是什麼 結果居然是你原來的燃煤的 這個供電 本來45%降到30% 結果後來是45% 可能會變成54% 你製造的污染是更嚴重 是全世界的公敵 對 我們辦公室 江啟成委員辦公室 來自台中 我們最重視的 就是剛剛陳怡明委員講的 我們上個禮拜 才跟葉光彭醫師 常談兩三個小時 台中市是肺腺癌全國 這個罹患率最高 比例最高的一個人士 為什麼 因為火力發展 你在那邊 以前雖然很大 可是他不是火力全開 你知道嗎 他現在是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要補這個 核電的不足 所以他百分之百 火力全開 所以你每天看那四個煙囪 就是噴很多煙 我們現在如果要達成降載的目標 我請問你 如果說到後來2025年 我們看到的是 火力變成是54%的發電 燃煤 你請問你怎麼樣 我們的火力發電的降載 或者台中的降載的這種目標 也是你的宣誓 你做得到嗎 所以我們不要讓非核家園 變成火力全開 我很喜歡動力火車 但我不喜歡火力家園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子 你完全做不到空腹的承諾 你也做不到 難怪我們講葉光彭醫師 他之前其實還在雲林 還做了大遊行 台中也是我們非常重視的 這些東西你在做不到的情況之下 你的國王的新衣 當然被人家拆穿 你怨不得別人 到時候就是2025年的時候 大家看到了 發現你完全做不到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下台 你沒辦法執政還是小事 可是我們國人的健康 已經犧牲了這麼多年 我們的小孩子 可能已經身體不健康 這才是我們最傷的地方 可是藍世偉 我們現在看到的 他們的蔡政府解決 知道就是說 又有橙色供電危機 就吃緊了 那就開核電 那就是他們解決的方法 可是他另外一邊 他又在告訴你說 2025我們非核家園 這問題一定可以 目標一定可以達得到 大家放心 怎麼可能 他一直罵核電說好危險 要廢核 要廢核 缺電腦趕快用核電來 對 就是這樣子 說一套又做另外一套 我剛剛就講 你喊口岸很容易 但是你實際要做到並不容易 現實跟理想 他是不能夠畫上等號的 你不要講說 今天南韓這個 文在寅 總統這個講說 他要非核家園 人家幾座核電廠 人家25個核電機組 足夠供應南韓 三分之一的電力 他昨天是把古里一號反應爐 啟用至今已達40年 然後把它處理掉 他一任幾年 5年還6年 南韓總統一任差不多5年 5年 好了 他如果真正要把 所有的核電廠處理 要數十年 他當然現在還好 南韓的人民 他們在反的是 那些看到福島核災 他們在反的是 舊有的核電廠 就好像我們現在國內 核一 核二 核三 用久了10年很危險 你應該要把這個舊的 給逃換掉 結果他們新的 已經做完備了 他們新的已經做完備 他現在把舊的淘汰掉 然後他講說 還有好幾十年 這一個才會處理的 新的人提好了 我們舊的東西 現在畫非核家園 你不能夠砍到人家想說 人家南韓走向非核家園 我們台灣也要跟著 我請問 我們台灣有什麼替代的 剛剛我們就在討論 燃煤 你說我們政府講說 45%要降到38 彭博就打臉 剛剛又正講了 你會從45%變54% 天然氣 我們國家講說32% 要提高到50% 彭博打臉說 你只能夠32% 提高到37% 不要忘記了 台灣有什麼天然資源 天然氣你要從國外進口 如果你要看人家的臉色 國外如果人家漲價了 那是不是我們成本會增加 同樣的我們國內總共有 14%的核電 你要用什麼做期待 風力發電 剛剛移民委員講 在沿海 我記得當時風力發電 在這個苗栗院裡 要蓋的時候 有多少的那些 居民去抗議 如果說風力就好了 人家講說評估風力發電 一根風力要1億 要1億 你如果要達到14%的核電 來什麼話 那要幾支 如果要2000支 你就要2000億 那夠不夠 風力發電如果颱風 我們台灣是屬於海島型國家 現在7 8月颱風季節來了 如果折損 幾億就沒了 而且在那邊轉的時候 你去永安漁港那邊 你哪去看 那個噪音多大聲 聲音很大 聲音很大聲的 我跟你講不是說那不好 但是我們應該有相關 人家說講魚吃肉 你也要拆掉 但是回應了 南韓這一個部分你看 南韓25座的核電機組 總發電量排名多少 全球第五位 堪稱核電大國 他們現在只是把老舊的 已經用了四五十年的 把它關掉 但是他還有其他很多 他不是舊此 全部都非核家園 我們今天我們是 新的不用封存 舊的 你現在說不夠電 我剛剛就講了 核二廠一號機你病連了 核三廠二號機你病連了 過去停下來的核一一號機 核二二號機 原人會講說如果夏季缺電 他也要併連 那我們請問 林英雄前主席 你不就出來絕食一下 絕食五個小時 你這一些民進黨的立委 你們當時都講說 要用愛發電 我是人 我反核 那到時候如果要併連的時候 我們不能這樣輕輕 要出來反對一下 對不對 你不要講說核一 核二 核三 他屆時除異了 我就讓他除異 彭博打臉 美國商會也打臉 那我不曉得我們政府 你跟我喊十年 我剛才就說 你如果給你做四年 結果後面六年不是你做的 你說我贏的 要搖手不要再做 好啦 如果你做兩任八年 還有兩年 有 我要做 下一任不做的 那關我什麼事 我一定做了百分之八十 升二十他不做 對 那個時候重新檢討 又推卸時任 所以說佑森你剛剛講得很好 是不是可以履行一下七月 你現在打臉蓬勃 那可不可以簽一下七月 告訴台灣老百姓講說 我民進黨就是 直接就是這樣子 2025就是一定非核家園 沒有的話就解散 其實剛剛這個市委 提到了一個滿好的論點 就是說人家國外是 因為老舊的 可能有安全上的疑慮 也許他的核廢料的堆放 也飽和了 那我士兵該把它汰除 這個才是應該汰除的 但台灣很奇怪 你民進黨很奇怪 你反倒是新的不准用 老的我拼命用 那是不是 反倒是讓我們台灣人民 不管是在合一合二場 附近的民眾 甚至全台灣人 我們是陷在一個 核電的危機裡面 人家是 舊的不要了 新的用 我們是新的不准蓋 我拼命用舊的 很奇怪的理論 來 這個有一個學術研究 很清楚的指出 聽清楚 只有兩個地方 可以真的是 其實非核家園 觀眾朋友請你猜一下 現在是哪裡 答案是這樣 只有非洲跟澳洲可以 原因就是說 因為它生產落後 沒有那麼用電 不需要用電 需要 這是根據整個經濟學 跟整個環境 做出的完整評估 OK 或者說你德國這樣子 可是法國有電廠 你跟法國買電 這種情況 可以這樣做 但是台灣沒有這個能力這樣做 但是一件事就非常簡單 我們之前才剛 漲一點點水電費 結果馬英九就跌到 這個9%以下了 他只漲一點點 他不是漲一倍 好 現在你要漲7倍 我在想 蔡英文應該是 所有好多話 全部都要撈到 就是說嘴巴便宜 他也要佔到 實質選票便宜 他也要佔到 然後把害處 全部給賴心得 還是給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告辭有夠衰就對了 就是說你沒做是你的事 然後你又實施核能加減 也是你的事 所以他所有的便宜他都要佔 事實上 我先跟觀眾朋友報告 絕對不可能 只有非洲跟澳洲有可能 澳洲是因為人口少 地方又大 所以他還有可能 其他地方 完全不可能實施這樣的政策 或者海平面上漲200公尺以後 那也會有可能 因為有很多地方 已經沒辦法生存 所以目前為止這樣的政策 就是使得我們國家 繼續民窮凋避 或者使我們的薪水繼續不漲 物價繼續大量上漲 我們現在國家什麼情況 簡單報告一下 我們有快400萬的老人 有500萬的長期病患 有150萬人在吸毒 然後有效的勞動能力 只有500萬人 四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現在我們國家 是處於極度危機 再被蔡英文這樣子惡搞下去 單用電力的這個政策 就可以把台灣搞亡了 何況他還有什麼巴拉馬一大堆 各種措施 現在有很多計程車司機 都問我說 蔡英文是不是國民黨派去的 為什麼做這麼多 對民黨不利的事情 已經盛銷城上 連淡水的計程車司機 都這樣一直問我的 我說國民黨也沒有 這麼笨的總統 所以大家不用懷疑 他肯定是自己笨所造成的 所以請大家注意 他現在這個政策 如果要實施只有一條路 就是他那8800億 全部拿出來做這兩個使用 就把那8800億用來長照 或者是發電 其他通通都不要用 你全都不要再發給你的立委了 以上報告 好 所以這個舊的 可能有安全疑慮的 才應該被汰換掉 可是我們拚命在用 新的可能比較安全的 那我們不用 不用還要賣掉 而且還便宜賣掉是這樣嗎 來 委員 對 其實現在核四封城 那核四封城有一個期限之後 其實就可能就必須 他就是裡面的這些設備 可能就必須要變賣 變賣其實根據台電他們的估算 大概只能賣幾千萬 我們該核四花了多少錢到現場 我想應該有上 千億上 超過三千億 只能賣幾千萬 對 真的 千倍的差別 賠錢的生意居然有人做 所以你可以想見說 這個其實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另外當然我們也是期待 就是說其實 在這個核能發電 其實現在整個的技術 應該是有一些突破 所以是變成一個 沒有像大家想像 過去想像的 因為日本有這個意外的發生 其實現在是一個 相對來講 已經比較安全 技術上面有 要不然為什麼英國 他們要在新克里角 要花180億英鎊 要蓋這個核電廠 而且核電廠還是法國跟中國 這兩個 一個是法國的電力集團 EDF還有中國的廣核集團 合作興建 所以你看他們花這麼多錢 跟中國跟法國 然後請他們合力在他們英國 上面蓋這個核電廠 花180億英鎊 2025年開始產電供電 所以可見說其實 對一個國家來講 他們知道說 這個穩定的電力的 供應的來源 是這個民生政策 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沒有一個 穩定的政策的話 我告訴你 台積電第一個就離開 很多的企業就都離開 沒有辦法 你沒有穩定的這個水跟電 其實對這個很多的企業來講 他們是受不了的 所以其實我想這個 在目前這個狀況看起來 我想新政府可能也是 搞得焦頭爛額的 現在看起來是 不管是交通部或者是台電 他們可能對這些問題 所以才會去做很多 很多的這種短期的 緊急的發電的一些措施 這樣造成的一個狀況 當然就是 也不管環保的問題了 然後很多的環評 他們不管 所以就是緊急的 讓他可以趕快供電 是比較重要的一個策略 當然苦的就是老百姓 納稅人的錢都這樣亂花 實際上你可以更有效率的 來供電的方式 但是因為他的這個 他的神主牌 就是非核家園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不能夠 重啟 無視於現實 對 這個真的 不是國家人民之福 對 這個國家已經是 越來越窮了 可是我們的蔡政府 還在亂花我們納稅人的錢 不光是核電廠 等一下我們還要來談談 就是花了好大的錢 打造的軍機 我們居然讓他日曬雨林 怎麼回事 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聊一聊國防的問題 來 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在昨天一早 中科院進行愛國者二型飛彈 結果攔截天空二型飛彈 是試射成功了 試射成功 是不是代表我們的國軍武器 真的很讚 當然 愛國者二型本來是全世界先進的 這種防空飛彈 然後他的精準度這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以前愛國者一型的時候 我們一般是認為平均三顆 可以打掉對方來襲的一顆 愛二其實精準度進步很多了 現在有可能到2比1甚至 運氣好的話1.5 甚至1比1 這一次天空很精準的被打下來 表示至少這次測試沒有漏氣 看起來都還不錯 可是問題是 我們能夠這樣就致滿了嗎 然後講我完全不這樣認為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天空是我們自己做飛彈 然後我們也知道 他從哪裡發射 我們也知道他的參數是什麼 所以你要抓到自己射的飛彈 很正常吧 這差不多是一個作弊的概念 對 也不能算作弊 超教師這個意思 也不能算作弊 你知道他要這樣打 那我就這樣攔 這差不多是作弊 射教好像 今天我自己的衛星要對接 雖然也有他一定的難度 但至少比較簡單 因為我知道他怎麼飛過來 怎麼飛過去 我要去跟別人的衛星對接就難了 因為我要去抓到別人的衛星 就不簡單了 同樣今天我們的假想敵視 中國大陸對岸 對岸大家都知道 他們有上千顆飛彈在面對著我們 而且他的飛彈 抱歉他不是從一個平面來的 他有短程的飛彈 有中程的飛彈 有長程的飛彈 有的是從大地層外飛過來 有的是直接海平面這樣射過來的 然後不要忘記 他未來他還有 他的遼寧號還有001A 所以他會從東海岸這邊也射過來 他會對你台灣做一個 全方位的打擊的 這時候你怎麼防 就算假設我們愛國者惡星狀況 非常良好 你1.5顆能夠防一顆 假設這樣的話 對方1000顆你就要1500顆 我們有1500顆愛國者惡星 那顆要300萬美金以上 你有這麼有錢嗎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大陸他的中短程飛彈 造價非常非常便宜 很多都在100萬美金以下 甚至二三十萬美金就可以 因為他不需要太準 所以不需要太準的飛彈 但其實他你就更難防 因為你不知道他會射到哪裡去 所以反而比較難防一點 而且對方一旦打來的時候 他一定針對你什麼 你的雷達站 你的跑道 機場 機場 然後你的所有通訊設備 還有台灣最脆弱的電網 大家不要忘記 我記得1998 1999年的時候 台灣撥過一個電塔倒塌 全台灣停電 所以他第一集 另外先打你的電網 一定先讓你停電再講 停完電之後你的通訊設施 我全部把你癱瘓掉 這個時候其實 最近香港那個報導 就凸顯台灣的 我們的很大一個隱憂就是 我們的飛機 我們花這麼多錢買了F-16 買了幻象2000 我們自己自製的IDF 我們連機堡都不夠 全台灣目前 至少差100多個機堡 所以很多戰機是 沒有機堡可以停的 他沒有機堡 就在路邊淋雨 對 其實我覺得光這一點 就聽起來就很恐怖 因為台灣你不要說 敵人會不會打你 台灣有颱風 對啊 你光颱風一來 你望那個311 日本大陣的時候 光是一個海嘯 或是他們的那個風災 直接那個 智慧隊的F2 就損失了好幾台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地方防護 現在我跟你講 我們就算有機堡的 那200多個機堡 其實都是五六十年前 建的東西 其實不管在強度上 結構上 都已經完全不符合 現代戰爭了 以前機堡就是這樣 一個窮頂把你蓋住 但是問題是 現在很多飛彈是會精準打擊的 你只有蓋住頂上是沒有用的 它可以直接穿越過來的 所以你就算頂上 你能夠防500磅 或是1000磅以上的炸彈 沒有用 因為人家直接從下面鑽進來 那飛機面對炸彈的轟炸 是非常非常脆弱 所以現在隨便一台戰鬥機 都是幾千萬上億美金 那麼貴的東西 我們就讓它整個就是 曝曬在陽光底下 然後隨便讓它風在雨打 這滿離譜的 台灣那麼潮濕 其實這是非常嚴重 當然我告訴大家 一個好消息就是因為 因為法國不太給我們零件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幻象大部分 都已經不能飛了 所以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小 我們現在的主力 是F-16跟IDF 但是問題是 我們接下來F-16還要去更新 IDF還要再做更新 未來我們要買F-35 是遙遙不可期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也許這輩子也買不到這個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主力飛機 就讓它佈在這邊嗎 而且以前我們的機場 西岸的機場被敵人轟擊之後 我們可以靠東岸的加山跟制航 因為它裡頭 整個進在山洞裡頭了 我們可以把飛機先藏到那個地方 做我們的第二次的 所謂一個還擊的一個功能 可是現在我剛剛講過了 人家有航空母艦 它的航空母艦直接 在我們的東岸的 遠遠的外海 可能五六百公里外的外海 對你開始攻擊 它的潛艦可以發射循環導彈 直接射你的東海岸 這個時候你怎麼防 你可能連我們的加山跟制航 你可能連出去都出不去 你的洞就被人家轟垮 然後你就飛機整個封死在裡頭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越來越險峻的一個 形勢的時候 我們不但在戰略上 跟我們的敵人還鬧得越來越僵 然後我們其他的配備 還越來越糟糕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國防算盤怎麼打 其實如果以一個政府 假設你準備要跟你的敵人玩真的 你要把自己雙方的狀況 鬧得越來越不愉快的話 你至少國防預算再加一點 問題是你現在 一下要前瞻計畫 一下要弄一大堆有的沒的東西 你哪裡來預算去加國防計畫的錢 你根本不可能 所以拜託大家不要再去幻想 台灣有多能打 我們先把這些飛機還有這些東西 基本的設施你要弄好 都已經不容易的事情 其實國際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叫印度 印度一直被稱為暗黑模型王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很有錢 他去全世界各地 買了先進的戰鬥機 各種先進的武器來 可是他不維修 放得好看 對 他就放了 所以他的飛機失事率 是全世界第一 沒事飛機的一路往下掉 對 沒事就往下掉 掉了亂七八糟 所以在印度當飛行員 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誰要去當軍軍 是 台灣也要變成像 印度這樣的國家嗎 所以拜託大家 軍隊真的不是開玩笑的一個東西 大家如果你真的 我不管你是想要台獨還是統一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的國防如果 讓大家這樣隨便弄完的話 台灣真的什麼都不用想 你就等人家來接收就對 好 剛剛這個賓哥告訴你了 我們看起來 我們這個艾2攔截天公二行 好像很厲害 但是當大陸的飛彈 一堆打過來 我們就很大陸 也許別的國家 一堆飛彈來得 飽和攻擊的時候 我們根本來不及攔截 來不及防守 人家一打 就先打你的空軍基地 把你飛機都打掉 我跟你講 飛機再厲害 就算你買F35來也沒有用 因為根本來不及 來不及起飛就被打掉了 更何況 剛剛賓哥告訴你了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機保 機庫保 數量不足 所以必須有很多的頂尖軍務 高級的第三代的戰鬥機 必須丟在跑到旁邊淋雨之外 躲在機庫裡面的 有家的也不見得安全 為什麼 因為現在告訴你是我們的機保 機庫保 它都是太久以前建的 它的所謂的抗炸能力非常差 也就是 它在30年前建好的時候 飛彈打過來 那個頂可以承受得住 我保護得到裡面的飛機 但對不起 現在人家飛彈越來越新 射程越來越遠 威力越來越大 打過來 你用30年前的防護 去抵抗現在的飛彈 那完全就是拿這個 石頭丟過來 拿一個雞蛋殼在那邊堵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問題也很大 來 陳明委員 我剛才知道原來你是空軍出身的 你幫我們談一下這個機庫保 設計 當時你有這樣的經驗 沒有 那個 我記得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是在空總 擔任航太祖的一官 但是因為我們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協助空軍去評估這個機堡 哪一種設計的機堡 更能夠保護在機堡裡面的空軍 跟飛機 所以那個時候到屏東基地 我想這已經不是秘密了 因為這已經是30年前的事情了 然後就到屏東空軍基地去 就真的這演習 就是蓋了兩種不同形式的機堡 然後裡面我們其實是 拿籠子裝了大白兔 放在機堡的頂端 機堡裡面 然後飛機裡面 飛機當然擺在飛機裡面 就是模擬說 如果裡面有做一個空軍的話 然後真的空軍 也其實就是射擊 就是炸彈射擊 完了之後這些大白兔 我們帶回去就是做解剖 去看他的耳膜沒有破掉 內臟防震的情況 流血 內臟出血的狀況 然後來評估說 哪一個機堡的設計 是比較能夠保護在裡面 防護力比較好 對 所以我想那30年前的事情 所以如果30年來這個 我們也不曉得評估完了之後 空軍有沒有 因為我後來就退伍了 也不曉得空軍有沒有 後來有沒有蓋 不過現在聽起來好像 如果只有持座機堡 還是這樣 還是這樣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 令人滿擔憂的 這個狀況真的是 也更不要講說現在 有些飛彈如果 他如果真的是 從地面這樣來的時候 你這個機堡 是不是應該蓋在地底下 我不曉得 這我們專家 軍事的專家 所以這個其實是 讓我們非常擔憂 其實說到這種飛彈 現在整個防空的 我們要做地面的防禦的話 其實你必須要做攔截 你是高高空 然後中低空 低空 你要三個階段 都要能夠做攔截的話 其實你是需要 有很多機動式的武器 才能夠去做到這一點 其實因為我也是 中華民國以色列 國會議員友好協會的會長 所以我在去年7月跟今年2月 其實就已經率船兩次 到以色列去訪問 訪問的時候 其實也看到他們的無人機 看到他們的一些裝備 他們就是 因為我們在過程裡面 就會看到就是停機坪那些 就會看到這些 其實他們以色列的很多的武器 是非常非常精良的 像他們那個鐵熊飛彈 其實那些是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它真是八個機組 全部就是移動式的 所以可以講解說 如果要買的話 就要買像這樣子的武器 這才真的有辦法 能夠對抗得了這個 我們這個 但是可惜的是 以色列跟大陸交情比較好 所以 也不會理我們 對不對 是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很可惜 不過當然希望 就是我想這個空軍的這個 我們整個的戰備 是必須要提升的 這個跟這個 蔡英文現在她在做法上面 希望跟美國那邊 買這些東西 其實日本也一直在講說 我們台灣會去跟美國買東西 因為日本也想買 所以每次都拉我們當墊備 然後產經新聞就會播一段說 F-35美國要賣給台灣 其實他們自己也想買 所以看到這種狀況就是 真的是軍備競賽 但是我們的還是必須要好好的 去把國防的加強 對 要評估一下 你與其一支不停的買武器 說我們有100架的F-35 在20幾年的時候 可以全面殲滅我們的敵人什麼 我跟你講 你就算現在我送你100架F-35 第一 你也養不起 第二 我剛剛告訴你了 根本連停都沒地方停 就算你停進去了 保護力也不夠 買車也要有車庫 對 其實很多的國家 告訴你的現實狀況 比如伊朗 他們就是 我有好多好多的飛機 問題是這隻飛機是 還沒有起飛 它就已經全部被炸光光了 這也凸顯就是 今天我們的基保 基庫保 不但是要有 數量要夠 而且你的防炸 抗炸係數要夠高 台灣只有500磅 現在國際標準是2000磅 我們連四分之一都不到 你要怎麼去加入 剛委員口中 這個大國間的軍武競賽 是 其實F-35 現在有出大問題 他最近在亞利桑那陸克基地 其實已經被發現連續5起 就是到高空的時候 飛行員會缺氧 飛行員缺氧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你就沒有辦法飛 會昏 可能會直接飛機 對 所以這是非常糟糕的問題 而且這是美軍 新一代的戰機 都會出現問題 因為之前在2010年的時候 F-22就有人因為這樣殉職 所以你現在F-35 又出現類似的問題 表示這一系列問題 恐怕不是美軍短期內 能夠解決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非常麻煩的 一個問題 我剛剛必須想到 其實對台灣來講 現在其實很多人建議我們 不要去 就是少買飛機多買飛彈 因為飛彈可能對我們是最有用 其實像剛剛委員建議的 鐵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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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非常厲害 號稱攔截率100%的 短程飛彈 因為他其實是中高低空 全部都防禦到 他是多層次的防禦 可是問題是我說真的 其實我不知道 觀眾朋友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現在要軍備競賽 小國實在是沒有這個能力 因為隨便一顆飛彈 動輒幾百上千萬 你怎麼打 台灣一年的國防預算 只有120 30億 然後你很多 其中一大部分要給軍隊吃飯 基本的維護什麼東西 你能夠買新武器的 其實是非常非常少 我們大部分每一次要買新武器 你都用到特別預算 在這種情況下 政府還有很多其他二件事 我們剛剛也說要長照 我們還要發電 我們還有其他的這些東西 台灣哪來這麼多錢 你搞這些東西 以色列為什麼可以這樣弄 以色列第一個 他是全世界的猶太人 在贊助他 然後美國的華爾街 是猶太人在掌握的 所以美國不得不供應他這些東西 台灣哪有這些資源 哪有這些東西去玩 我跟你講現在 這武器已經貴到連日本 英國 法國 其實他們每一個國家 都在縮減他的武器數量 因為實在是太貴你玩不起 你看F-35來講 我們以光買 現在大概要1億1000萬 到1億3000萬之間 看你的配備這些東西 但是這是買而已 你如果以全售齊的話 他大概一台都 大概超過3億美金以上 他光是一小時的 現在飛行 大概都要超過4萬美金 飛一小時而已 大概要超過4萬美金 所以你覺得我們台灣 有多少錢去玩這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大家 真的不要開玩笑 台灣真正的 應該走的路 還是在政治上尋求 跟大陸做一個 基本上有解決 維持和平 對台灣才是最好的路 來 趙欣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國防部 或者是包括國會 其實平常每年都會有一些 高層的護訪 其實都有 甚至可以拜訪到 美國助理副部長等級的 當討論到比如說購買F35的時候 其實對方都一句話 就是說你的跑道夠不夠多 你如果買下來的話 我不是不賣你 你有本錢還有技術去維持 你有本事一樣 對 你有沒有辦法維護 這維護裡面就包括 我們講的機寶 剛剛佑正哥講 機寶很重要是什麼 是抗炸能力 可是像我們這個 比較老的這種混凝土 它不是沒有抗炸能力 它連抗雨能力都沒有 它是要下雨下那邊漏水 一堆人拿著熱水桶在那邊接 它連抗雨能力都沒有 你說要能抗炸 你怎麼有可能 遮陽功能 遮陽功能 可能可以遮陽 大概在那邊遮陽 遮陽而已 所以你怎麼可能 對它的抗炸能力有信心 所以碰到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困難的時候 難怪人家會覺得說奇怪 為什麼台灣 其實你也買幻象 你也買F16了 你也有IDF 可是怎麼樣就是過一段時間 你就是可以看到 這個飛機就是摔下來 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維護能力 在世界上來講 是受到質疑的 另外講到這個飛彈 剛剛韓兵哥講這個飽和攻擊 其實在整個大陸沿岸 就是講這個東風飛彈 大概不是很精準的數字 大概就是1400顆 到1700顆左右 東風飛彈它的造價 確實就是愛國者飛彈的 15分之一 愛國者飛彈 剛剛韓兵哥講的 一個是300萬美金 我剛剛跟韓兵哥聊天的時候 我還記錯 我以為是300萬台幣 韓兵哥說沒有 這麼有美金 美金是什麼概念 你知道嗎 每發射一發就是有300 就有30台 兵士S300 這樣射出去 這麼昂貴的構架 你台灣花了1800元去做 其實你才400顆 可是愛國者飛彈的防禦系統 你要做到精準打擊 其實你是需要同時發射 兩枚愛國者飛彈 才大概1.5 對 就你大概能夠擋住 大概就200顆而已 而且你花的錢非常的多 那就是一個狙擊槍 擋不住散彈槍的概念 如果對方用散彈槍 把揮攻擊攻擊你 你狙擊槍再怎麼樣厲害 你再怎麼準都沒有用 你來不及一顆一顆 一個一個去殺 沒錯 所以最重要還是要回到 這個最根本的概念 就像江啟臣委員 他之前常常講到就是什麼 什麼是最好的戰略武器 和平才是最好的戰略武器 你不要在國際上面 一直做一個trouble maker 其實在這個維持基本的軍購 其實也就OK 但是你一定要跟人家比 你怎麼樣都是比不過人家的 的確 所以兩岸關係要弄好對不對 賴清德最近這樣講了這麼多 結果邱藝人也出來講了 還說兩岸關係要模糊說 稍後回來我們好好解讀 還要他講 好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繼續來談談 在賴清德講了親中愛台 而且還提到九二共識 這四個字之後 據說讓蔡英文 還有他身邊的人 都是盲刺在背 所以是不是因此 邱藝人才要說話呢 邱藝人在民主密訓的時候說 維持現狀是最好的表述 還說論述應該模糊 越模糊越好 我們要怎麼解讀邱藝人的談話 就如同剛剛又是講的 這本來就是應該要模糊的 這有誰不知道 過去八年不就靠這個嗎 對啊 你2000年 2008年 你邱藝人在陳水扁身邊的時候 你不是有神祕的微笑 對不對 本來外交政策就是要模糊 本來兩岸的政策就是求同存異 就是要擱自爭議 我會覺得剛剛玉琴你說的 賴清德在美國講了九二共識 那府方就好像不太高興 之前賴清德不是講親中愛台 府方趕快發言人出來講說 這個是我們執政的 跟我們一致 一致的政策 怎麼變化這麼大 你看到三兩天之後 就把你當初的這個 對人民的承諾 整個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今天講九二共識 不是不好 九二共識本來就是創造模糊 為什麼1992年會談的內容 李登輝主政的時候不用 陳水扁2000年 2000到2008年也不用 怎麼到2008年 馬英九上任了之後 才去找出來用 就是那個時候大家都沒有一個 能夠獲得一致的一個共識 然後大家都在模糊地帶 然後你不相讓 他不相讓 一個界級用了 一個事不宜沒有 一個一邊異國 一個兩國論 後來2008年 馬英九上任了之後 才去找尋了過去 1992年孤庵會談的一個內容 拿出來講說 要不然你講說 這個九二的一個內容 你講的一中 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講的一中 我就打模糊 我就講我中華民國 為什麼 這有不對盤嗎 沒有不對盤 你的你高興 我的我高興 至少這樣子 都把這個爭議擱置了 大家就能夠求同存異 大家就能夠合併交流 可是你今天 你一下就講說你情中愛台 你一下又講說 九二共識不是不能談 然後是一國兩制 人家就告訴你一中各表 你就要去拿一國兩制 你幹嘛人家一國兩制 那是過去在1997年 香港跟澳門要回歸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鄧小平談的 我說你來情中 沒有你也 稍微搜尋一下 一國兩制是什麼時候 講出來的名詞 然後你把時空錯字 1984年 對啊 你怎麼把鄧小平的事情 然後拿過來現在習近平 或者是過去這個胡錦濤 他們所談的 然後你現在再用 1984跟1992年 我搞不懂 你如果講說 好 現在因為已經執政了 一年多了 兩岸的一個僵局模糊 結果全部看不見 全部要死不活 全部都中斷了 你希望說我們能夠創造出 九二共識附談 或者是說你要創造出另外一個 跟九二共識接近的這個內容 我同意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要讓兩岸 繼續惡鬥下去 你今天賴清德講出來了 結果柯文哲他也講了 兩岸僵著也不是辦法 賴清德講出來了 結果民進黨全黨上下一個大臉 那我還是問 邱毅人秘書長 你講說要模糊 OK 模糊到底是怎麼樣模糊 模糊要能夠模糊看得見 不要模糊兩岸全部都不相見 這樣子 對於兩岸的一個政策 甚至於外交的政策 還有我們台灣 在國際生存的空間 是沒有幫助 邱毅人滿壞的 因為過去八年 馬英九就是靠模糊 各自表述 不模糊糊當中 大家能夠找到一個相處的 當時或平衡點 邱毅人他都知道 但過去蔡英文 他都沒有跟蔡英文講 你看蔡英文一年不模糊 強硬得很 他的立場踩得多麼用力 而且踩得多麼前面 一點餘地都不留 完全看不到模糊 直到現在 掉了兩岸交國 你邱毅人還出來講說 維持現狀 是最好的表述 我們要模糊 過去一年怎麼不跟蔡總統說 來 侯夫 他哪次沒有說 你們兩位宅心仁厚 我就沒有兩位這麼宅心仁厚 我把話說白了好不好 各位觀眾 我跟大家報告 情況是 現在蔡英文只幹了一年總統 就已經進入 後蔡英文時代了 什麼叫後蔡英文時代 我跟大家報告 現在蔡英文 跟他的競爭者 只能搶話語權 搶什麼話語權 賴清德去講這句話 我跟大家講 他在講什麼 我翻譯白話文就是說 我賴清德 如果當上總統 我就會用現在這個政策 九二公式我會承認 然後我會講 親中也愛台 大家不要擔心 我就會像蔡英文這樣胡搞 所以換我的時候 經濟就會變好 美國也放心 中國也放心 所以大家請選賴清德當總統 他現在講的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白話文 美國聽懂了 中國大陸也聽懂了 台灣怎麼辦 總統府又不能把他 翻成白話文說 他一一歐白講 他也不能講這樣 他要串位 淚精德要串位 所以邱宇仁主要出來說 要模糊 結果要模糊說 這句話也不要翻譯出來 可是大家忘記 有中天電視台 有王宥正跟周玉琴的節目在 我們會把它翻譯清楚 這些包著唐一的毒藥 請不要相信 金光黨 金光黨有過來 這個就是最新的金光黨 最新詐騙集團的模式 分成兩話 一掛就是鷹派體系 一掛就是賴清德體系 你要相信哪一種 最後答案都是這樣 你都是會被騙 簡單的說 他最後的民進黨的終極目標 不會改變 他最後的金主不會改變 所以他還是電費會漲7倍 他還是2025要非核家園 這些事情通通不會改變 他只是要你把票投給他 現在民進黨他在爭的是什麼 邱雲仁出來負責的是什麼 他負責請大家說 頭照過來 照過來 這邊才是老闆 賴清德不是老闆 所以為什麼大家要圍攻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 現在不具有發球權 再講白一點 8800億可不會由賴清德發給你 8800億會由蔡英文跟林荃發給你 所以要領8800億的人 麻煩請幫蔡英文講話 不要賴清德胡說八道 他的翻譯是這樣 這不是我說的 我是幫他翻譯 所以以上這種情況就是 總統府已經Hold不住了 美國那邊Hold不住 中國那邊Hold不住 連巴拿馬都Hold不住 以上報告 好 馬上回來 好 現在邱雲仁說 兩岸論述要越模糊越好 但我想問的是說 對對岸來講 以前看國民黨政府 可以有模糊空間 現在對民進黨這麼不信任 怎麼可以容許你模糊 所以我說民進黨政府 真的滿妙的 比如說兩岸政策 他想要模糊 偏偏就很清晰 我就是不接受九二共識 弄得大陸乃至國際 都很生氣 反而應該很清晰的政策 像是一粒一休 能源政策 他超模糊 超級模糊 他可能很想把他講清楚 可是他講不清楚 因為他心中沒有藍圖 所以我們回到兩岸關係 賴神為什麼突然這樣子轉向 一開始我們以為是 他是在議會質詢 一種反應式的作答 結果沒有想到他去美國 他真心的 對 真心的 他衍生在一個對美國的場合 換言之某個程度上 也是講給美國人聽的 可是問題是你想要展現 更高的這個